泰國威議員 香港社會撕裂不只是源於政改 相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政府對 特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肆意地踐踏 在香港搞拉一派、打一派這些鬥爭策略而導致 港澳辦主任所謂的泛民死硬派堅決鬥爭的言論 就是經典的事例 雨傘運動和政改否決之後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已經輸了 范國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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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是,你在說話 不是,我跟著就是在問 請你不要暫亂歌病 我同意你認為應該是很莊嚴去主持會議 剛才胡志偉議員還沒問完問題你就已經叫官員回答 我留意得很清楚 我可以問得了嗎? 范國威議員 我是不是現在可以問得了? 雨傘運動之後政府輸了整整一代香港年輕人的民心 特區政府會否審時度勢理信和北京政府的關係 尊重一國兩制的原意 由特區政府掌握自己制定政改方案的權力 而不是讓北京政府高度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正正就是由於是如此 特區政府為何從高層開始 都不斷說 在未來這兩年 我們要放下政治爭拗 否則繼續像法議員一樣 挑動一些對立的情緒 對整個社會 對整個社會是沒有好處 我們在未來 是很希望集中我們的精力時間 是搞好經濟 改善民生 很希望 凡議員都能夠配合 至於你提到 在未來 如何面對社會大眾 包括年輕人 一些宣傳教育的工作 在本局和政府 推動這個基本法 一國兩制 這個宣傳 我們繼續 是會不為餘力 去做這方面的推動工作 田北辰議員